一个家庭最好风水在哪里,女人,男人一旦成家立业,女人就是家庭的大管家,进门的时候,感觉这个家是否温暖,大多数是女人发功劳,家里的环境决定了一个家庭的生活品位,聪明女人,不管家里这几件事,命苦的女人却全部包揽,看看你做过吗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,丈夫的生活习惯不过分干涉,邻居家小两口经常吵架,晚上吵得四邻不得安生,上次小区组织了一次活动,男人身家的活动与我们聊了几句。 原来,男人嫌弃,妻子管得太宽了,进门时,衣服必须放衣架上,扔沙发上就要挨训,不让他吃饭扒几嘴,不洗澡就不能进房间,他喜欢养鱼,妻子也不让,说热带鱼还要用加热棒,用灯,费电,还要经常换水,浪费时间,进了家门,妻子总是给他制定无数条家规,他忍受不了。 男人说,只要他回到家,就会听到女人的唠叨,两个人不管什么时间,准会吵个没完没了。 罗素说,既然婚姻可以实现他的可能性,丈夫和妻子都必须明白,无论法律如何规定,他们在自己的私生活中必须是自由的。 每个人都有优缺点,有自己的喜好,即便是夫妻,也不可能让爱人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,经营婚姻,需要要尊重爱人的喜好和习惯,做到求同存异,给予爱人比较自由的感觉,彼此的关系才能发展得更好。 不管婆家的闲适,聪明的女人深知,在婚姻与家庭的复杂之网中,婆媳间的微妙关系往往如履薄冰,为了家庭的安宁与和谐,他们明智地选择不过度介入婆家的私事,这并非表明他们对家事默然置之,而是他们懂得在恰当的时刻保持坚默。 从而巧妙地规避了可能引发的家庭纷争,不管婆家的闲适,聪明的女人会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自己的小家庭中,他们用心经营着夫妻感情,培养孩子成长,让家庭充满温暖和爱意,这样的女人往往能够获得丈夫的疼爱和尊重,也让孩子在健康快乐的环境中茁壮成长。 同时,聪明的女人也懂得尊重婆家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,他们不会强加自己的意愿给婆家,而是学会包容和理解这样的态度,让他们在婆家赢得了尊重和好感,也让婚姻家庭更加和睦幸福。 无能为力的是,顺其自然。 佛说,不解释的,才叫从容,不执着的,才叫看破,不完美的,才叫人生,用心甘情愿的态度,过随遇而安的生活。 你在,世界就在,欢乐送礼的樊胜美,有自己的骄傲,在她心里,不麻烦别人,就是最好的处理方式。 所以,很多焦头烂额的事情,即便是超出她能力范围之内的,她也依旧硬着头皮去处理。 可是樊胜美终究是个女人,不是超人,她能力再强,也终究有精疲力尽的那一天,在所有事情都堆在一起的时候。 在樊胜美终于发现自己,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时候,她才发现,原来之前都是自己在逞能,很多无能为力的事情,自己也要硬扛。 所以,在那段故作坚强的日子里,樊胜美失去了很多快乐。 很多事情,学会放手,才能得到解脱,正如狼道里说的,如果可以被保护,谁愿意在风雨中流浪,因为无能为力,所以顺其自然。 不管子女的决策,尊重孩子。 以家人之名,钟其明月的母亲,控制欲很强,家里所有的事情都是她一个人说了算,女儿穿什么衣服,考什么大学。 做什么工作,她都要管,在丈夫和女儿不知情的情况下,一个人做主,把家里的积蓄给女儿买了房,丈夫不乐意了。 一气之下与她离婚,女儿也说出了自己的不满,希望母亲能给她自由,让她自己来决定未来该怎么生活。 作为父母,对于子女的前程,往后该如何生活,要懂得放手。 苏珊·弗沃德在《原生家庭》中写道,健康的和有毒的家庭体系,最大的区别就在于, 家庭成员作为个体,拥有多少表达自己想法的自由度,女人在爱子女,也要注意分寸。 不能太过于自我,要给予家里人发言的权利,让儿女,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,去经营自己的人生,获得更多的幸福与快乐。 不该自己负责的是,袖手旁观。 心理学上,有一种人格叫做讨好型人格,他们在意别人的认可,生怕自己的一些行为会在对方的心里留下不好的影响, 因此,生活中的他们大事小事都一人包揽,这样的人,也被我们称作是老好人,我们想办法讨好身边所有的人,却唯独忽略了自己,那些本不该我们负责的事,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可。 我们也选择接受下来,但事情到了最后,却往往都是费力不讨好。 心理学表明,如果是靠讨好型人格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,那么有90%的人际关系是无效的。 电影《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》告诉我们,如果人总是处于负责那些不该自己负责的事的时候,那么人的一生都不会快乐,注定是悲剧。 郭德纲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,干我能干的事,不管我不能管的事,不该自己负责的事,选择袖手旁观,你会发现,你的人生会变得快乐很多。 不管他人的评价 在当今社会,很多女性都面临着来自社会、家庭和亲友的巨大压力,这些压力包括婚姻、生育、事业等方面。 因此,女性需要学会不管他人的评价,以达到更好的心理平衡和自我认同。 现代社会中,女性需要承受和应对来自不同方面的评价和指责,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家庭中,女性经常面临着各种压力和挑战。 因此,女性需要学会如何处理这些压力,不要为了迎合社会大众的期望而放弃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自我价值。 不管过往的恩怨 人生在世,难免会遇到一些恩怨纠葛,聪明的女人懂得过往的恩怨如同沉重的包袱,只会拖累自己前进的脚步。 因此,她们会选择放下这些恩怨,轻装前行,无论过去曾有多少纠葛与纷争,聪明的女人总能以一颗宽容的心去面对生活中的曲折与是非。 她们明白,原谅别人就是解脱自己,只有放下仇恨和怨念,才能收获内心的平静与凝合。 这样的女人,在人生的道路上更加豁达从容,也更容易获得幸福和成功。 而且,聪明的女人还会用自己的善良和真诚去感化身边的人。 她们以得抱怨,用爱化解仇恨,让周围的人感受到温暖和力量。 这样的女人,不仅赢得了他人的尊重和敬意,也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美好和充实。 聪明的女人,懂得用自己的智慧和胸怀去经营生活,感悟人生,在岁月的洗礼中越发光彩照人。 这样的女人,不仅给自己带来了幸福和满足,也给周围的人带来了正能量和希望,让我们都努力成为这样的聪明女人吧,用自己的智慧去创造更美好的未来。 家务,是两个人的事情,女人不要犯傻,不要一个人承担。 自己不喜欢的事情,就不要去做,别为了男人折磨自己,懂事的女人,并不会套住男人的心,并不能得到全部的爱,作为一个女人,要心里明白,不要再以为,只要改变,男人就会一直陪着你,绝不会离开你,爱情里付出过多,不可能被珍惜,不可能成为宝贝, 有些时候,偷懒,让男人多做一点,可以增进你们之间的感情,两个人能不能长久,不取决于付出多少,取决于会不会经营。 姑娘,别再付出那么多了,别再觉得只有这样,男人才会一直深爱你,才会给你一个温馨的家。 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。